做出那樣的無效 有些民調主比較貼近真實 可是為什麼你會看民調部份差距這麼多 就是表示現在的選民 其實是在百塊引動當中 也就是說 2008 年以後 臺灣的政治生態已經開始又再改變一次 這個政治反復也在改變 最新的遠見曾經做了一個調查 他調查說在臺灣比較接近 比較支持藍色的 比較支持綠色的 或是比較支持國民黨的 跟比較支持民進黨的選民 這個比例從傳統 這個藍綠比是40%對30%的 這個藍綠比 另外30%就是他很深的 他自己是independent 就是說是不屬於任何的 所以傳統上是40%比30% 但是最近的遠見民調 已經把它壓縮到 大概只有剩下5%的差距 在我們所做的 今天我們看到的民進黨的支持 已經是接近35%到40% 你可以看一個政黨 從2008年這樣快速的回升 很多人就說究竟出了什麼事情 也沒什麼出了什麼事情 第一個當然就是 馬英九在幫忙很多 也就是說馬英九在競選的時候 選民的期待太高了 以至於當他實際執政的時候 沒有落差太大的這種感覺 同時也遲緩了 臺灣早就應該開始的產業轉型 因為大家都已經往那邊走去了 所以他就沒有壓力來轉型 所以臺灣現在的問題就出了兩個 就是說你的外部競爭力的這種東西 你沒有一個高價值的產業 來支撐你將來10到20年的競爭力的來源 這是第一個問題 臺灣的第二個經濟的問題 因為你過去太強調外銷 太強調工業生產 你就忘掉了你的內部的內需產業 因為你的內需產業沒有去發展 以至於你很多的內需 因為你沒有供給就沒有需求 而不是因為你有需求沒有供給 很多的東西尤其是服務性的產業 你沒有供給就沒有需求 所以臺灣本身的內需的產業也好 或者內需 很多經濟學家來講 就圈了這一塊 你看長期的臺灣的發展 其實都還是以外貿為主要支撐 它經濟發展的來源 它的內需的這一塊 其實是紅料 Sara d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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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